大家好,我是曹孟雅 猜猜看我今天来到了什么地方 没错,这里就是圆山饭店 建筑充满特色的圆山饭店 参与了台湾近代历史的许多重要事件 早年在创办人宋美玲的布画下 从悬纸、设计、建材到陈设 打造出东方宫殿式建筑 曾招待无数各国元首、贵宾 圆山饭店的神秘在于它一直流传着 两条逃生密道的传说 近日,圆山饭店正式对外提供专人导览服务 跟随导览员一同去这条密道走走吧 密道的入口在饭店地下一层 需要穿过几道门才可以找到 如果不是跟着导览员,很容易迷路 密道宽高均超过两米 造型有如螺旋式走道 一路向下盘旋 宽度可容纳两至三人同时并行 完全没有想象中的逼则幽暗 反倒充满了科幻感 那我们这个地下通道是1973年这栋主楼落成时同时就完成的 那当时其实没有对外做开放 所以就很多谣言啦 但是其实这个地下通道是通往建坛公园的 这是逃生作用的地道 那各位可以往前看一下 这边是因为有滑梯的部分开放给各位做参观 这个滑梯呢 就是我们就是这个通道比较特别的地方 有15公尺长的这个滑梯哦 它设计的作用是让行李或是行动不变的 贵宾呢 在有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可以逃生的 那整个逃生的这个通道总长是85公尺长 这么长哦 是有74个台阶这样子 那这就是我们的地下通道 比较特别的是它除了逃生作用以外 它的构造也是希望能够在紧急状况的时候 能够派上用场 使用钢筋石灰跟百样灰所构成的 所以就有防爆破跟隔音的效果 刀烂行程除了圆山蜜道外 还包含圆山饭店大厅 梅花早景 大钢花 文化走廊 百年金龙等特色设施 可以让游客在此更深入地了解 这间屹立超过一甲子的圆山饭店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